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保守的人就心心胆战 有些在这个时间 投机的人就笑开心 这个时间点到底要如何去面对 台北股市目前的结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今天里面 上市加上柜 我们看得出来 上市里面有39档涨停板 上柜有34档涨停板 60块钱以下的 上市就23档 上柜就20档 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就可以发觉到 在这个时间点 又有6档是在3000张以下 4档 4档是在5000张以下 加起来就有10档 加起来就有10档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然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是第五波的延伸波 大家在这边里面来讲话 都会比较 怎么讲 都会比较投机 可是问题是 你过度投机的时候 你要自己承担了一些的风险 你说现在里面 因为台积电即将法修会 大家都开始压住 我们之前告诉大家的 COWAS 对不对 今天万诺也涨停板 加登也开始创新高 所有的一个设备个股 几乎都创新高 问题是 当你在法修会之前 都这样子的涨 等到真正法修会里面 它还能够再涨吗 或是现在大家在讲的COWAS 请问这种先进封装 到底是什么 你了解吗 什么是CPO 细光子的一个 抑制先进封装 什么是面板级的 扇形封装 很多人都不清楚 然后我都讲 我有 你讲的就算 有没有人给你买 有没有人有订单 这才是一个真的一个价值 否则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我就发觉 每一个人都讲它有 哪那么简单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 COWAS会到2026年 才大量生产吗 2025年底 设备才会开始全部出来吗 如果有时间 我们就会针对 COWAS的设备个股 或是在整个这个时间点 面板级扇形封装的 一些的设备个股里面 来告诉大家 但重点是要告诉大家 做个预告 鼠方TALK SHOW 今天会录的 大概就是 这种先进封装 到底是什么 它的差别是什么 它的概念个股是什么 当然要一些剪辑的时间 如果你想去了解到 科技产业的变化 了解到什么是先进封装 鼠方TALK SHOW里面来讲话 你未来里面 方姐TALK SHOW 可以好好去做一些的了解 我在这里面只是告诉大家说 当你在这样子疯狂的 去做一些追逐的时候 你要去承担一些的风险性 这是上柜公司 涨停板的加速39加 60块钱以下的23加 6档3000张以下 4档5000张以下 有10档是不到5000张的 索码就好了 对不对 现在里面来讲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上柜里面来讲 3000张以下的几张 18档 5000张以下的4档 加起来22档 所以这不是有钱人在玩的 这是一般投资朋友 你自己在留意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 很多的一个时间点 你自己要搞清楚 现在是什么架构 你现在里面并不是财报空窗期 可是你也会跟我说 人家8374的罗森 公布出来没有赚钱 照样涨停板 OK 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样想也是可以 但是你自己来讲的话 你要散射一些所谓的 停利停损点 因为他们都是在反映什么 未来 我说现在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不是跟过去一样 过去是在年底 在反映隔一年 那从去年开始 它就变 AI从去年 去年的下半年 就在反映2024年的 今年的获利 那2024年的今年 是不是就在反映 明年的2025年的GV200 那现在已经在反映 2026年的什么CPU 再来再反映 2027年的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它就跑得很快 所以在跑得很快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它后续有订单 你手的云开可以见月明 对不对 可是如果它后续没有订单 它就是一个题材而已 那你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在指数里面来讲的话 创新高的过程之中 你也知道 今年量是双背离的 那在双背离的一个情况之中 你的持股比例 你一定要控制好 有买你要有卖 你不要只会买 只会买 你不要身家全压下去 在投机个股上面 因为要公布营收 要公布获利 要公布财报 除非你非常的确定 有内线 知道它未来订单会出来 那这个部分你才可以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那你做短的人 你就是按照KD指标 一路偏多到它交叉向下为止 那为什么要控制一定的持股比例 持股是7成 不要超过7成的一个原因 我已经说过 这个台北股市 不管你涨到2万3 2万4也好 2万5也好 就是7成的持股 5日均线正乖离太大的时候 你看今天 有没有正 然后昨天很弱的OTC正上来 因为OTC就是中小型个股 它很容易去做索码 不到5千张以下的 高达22档 34档就有22档 不到5千张 然后60块钱以下的 又比比皆是的同版个股 这个部分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不要陷入别人的现金里面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我能救你的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那新台币要转升 外资期选限同步做多 才有利于指数的上工跟全职个股 那很多人就跟上说 昨天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台币升值 外资现货市场大买 那我请问大家 期货空单 他买的是什么 我就说他一定买台积电 最能够他把它期货空单里面 来讲锁住 锁住亏损的 再来就是什么 利用我们台湾的高股息的ETF 去做套利 买一档台湾50的任何的 买一个任何的ETF 是不是就等于买了 30档50档以上的股票 它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发行的 太多的ETF 让外资可以上下其手 所以我觉得外资并没有偏多 所以我就讲过 如果外资并不是真的偏多 反而要留意中小型的个股 昨天就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中线上面的周KT指标 不可以在指标80之下 交叉向下 如果交叉向下的话 你的这个持股 就要降到三到五成 你看台北股市 是不是在今天指数又创高 还是背离量更小 量更小 那这个部分里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 我昨天就讲台北股市 有几个指标 一个是台积电的千元 它代表的基本面 本来就有这个价值 对不对 一个是红海上面的200 它代表是什么 GP200里面得到最大的份额 该有的价值 对不对 再过来就是华城的1000 它代表什么 整个一个政策上面的偏多 那未来不管你景气好与不好 假设我们的绿电 要持续的进行 那这个时间点就有很多的订单 那问题是 我们说江山带有才能出 一代新人换旧人 对不对 那你都要买华城吗 华城是最便宜的吗 未必 那我在这个过程就跟大家讲说 我在昨天就讲说买一档个股 昨天差一块钱就涨停板 那在今天里面华城大跌 看到没有 华城在大跌 它今天里面一样有创高 那它就是1513的中心店 那为什么会如此 那最主要就跟大家讲说 我说一代新人换旧人 因为你过去 你飙过头了华城 你本身来讲的话没有错 你的毛利是最高 可是你的本益比也很高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那就看订单的一个变化 那本来的中心店 它预估在今年里面 大概是7块到8块 明年是8块到9块 可是他现在加入了一些 新的一个订单 那尤其在6月份又有工程 他要去做入账 所以在今年里面 整个一个中心店 因为它的新的一些订单 会使得在今年里面来讲 变成8块多的9块 8块到9块之间 明年是9块到10块之间 好 那你这样就要去算 那它跟华城差别在哪里 它跟华城在今年里面的获利 只有差一倍 也就是说你今年里面是8块多 华城大概是16块多 明年里面就算你用很估 估很高的一个价值 华城里面来讲的话 是27 28 或到29 那你明年里面是9块多 你算1 3分之1好了 你现在华城里面来讲 是900多块 1 3分之1的话 那也很便宜 更不用说1503的市店 快300块 整个一个所谓的获利比它差 那6 8 6 9的云豹能源 今年里面是8块 8块出头到8块半 我们就算8块到9块 它的股价250几 那过去里面中芯店 为什么它会比较温和 因为它的一个股本庞大 48亿 华城21亿 所以它股本比较小 那再过来就是因为 中芯店过去里面有个诉讼案 还有一些的问题 所以法人对于它的投资 是受限的 现在慢慢要开始去做捷径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 那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要去看一些的个股 我说你不要去追 你何必去做追高 你看这个个股上面 它是不是在这边 我昨天就讲 它在这边打一个三角形 也是一个箱形 对不对 这个箱形在这边里面是194块 那在昨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放量 它昨天是不是有去做放量 那今天开高 让这边的人都去做解套动作 正常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我刚才就讲了 如果在今年里面是8块到9块之间 明年是9块到10块之间 而且打入了美国 变电器的一个部分 然后打入了什么 打入了日本跟美国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一些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它的一个开关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 它的订单是持续的稳定 而且我刚刚有讲 其他的义务类 有很多的获利被下修 只有它获利是上修的 在这种过程中 我不是追 我刚刚就讲了 它刚刚来讲的话 突破颈线的位置是在194 你看这两张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就是中心店 那在昨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拉差一档涨停板 所以从194块钱 涨到今天209.5 到之前的前高 是不是附近的压力 很正常 那你有需要去做追高吗 不用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面对整个一个华城 它如果不够力的话 华城在今天里面 最多是跌到什么 7个percent到8个percent 它有被拖下来 那为什么又拉上去 你就这样想 你就知道了 因为资金上面 它一定会寻求效率 一定去寻求CP值很高 我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去拥有华城 今年的获利 跟中心店来比 中心店里面来讲 它的一半 中心店又比云报人员里面来讲 赚的钱不输它 你这个股价就太便宜了 而且刚刚整理 又不是漫步在外太空的个股 所以像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的了解 所以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过去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我在之前里面说 6187的万润 我说之前不跟你谈 是因为它在分盘交易 3680的一个加登 我跟你谈说 是不是在这里 我就跟你讲说 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很多人都在讲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在昨天在最近里面 都在谈这个部分 这些低价的设备个股 真的有接到单吗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是在2004年 由英飞林提出来的 在这一次是非辉达系列 现在连辉达也要考虑 要不要使用 但是这个是在2027年 大家说可能不是2027年 有可能是在2025年 它就会介入 哪些的公司真的有接到订单 但是这些的订单 它的爆发期 一定是明年的年底 到2026年到2027年 那谁已经去接到订单 尤其是非辉达系列里面 已经先买了 那谁会先买 英特尔会先买 我刚才就讲 英特尔一定先买 为什么 因为Cowars的专利权 掌握在台积电的手上 对不对 他们现在要绕道前进 不管是三星 不管是英特尔 不管是AMD 要绕道前进 就要发展出一个先进封装 那这个时间点比较便宜的 就叫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那它需要时间 那哪些的个股 是跟它有关系 我等一下里面会跟大家讲 所以本来大家的资金 就是有限的 那你会随着订单的不同 就像我们在之前讲过 整个一个双红 在之前里面买300多块钱 它是什么样的订单 现在里面来讲 跟你讲它的价值 有机会上看千元的原因 去跟建策去做比价 是因为它接到四大客户里面的两大客户 现在大家都知道美超委的订单 不是怎么尼德操纵 原来是双红有拿到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说实力会证明一切 你要赚努力的用工钱 你才有机会去迈向成功 对不对 你要随着位阶的不同 你要有弹性的一个操作 你要灵活的运用 不管是在基本面 不管是在所谓的技术面上面 你才有机会成为少数的赢家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要跟上鼠方 在盘中的操作 成为真正的幸福赢家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联络 一起跟着鼠方前进台湾股市 成为真正的一个赢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很多的设备个股 它的一个营收 它的一个获利 它都需要时间上面 去做一些的验证 从你接到的订单 到所谓的一些零组件 再到所谓的打件 再到设备的一个验证 再到所谓的一个出货 更何况在之前 你还经过了认证 它需要一个长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说股价它永远跑在前面 就是我们现在里面 还没有看到所谓的 面板级的扇形的封装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讲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成本比较便宜 反正现在面板厂 多余的产能一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要开始采用 所谓的面板级扇形封装 就是希望把成本下降 这里面为什么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又称之为玻璃扇形封装 的一个原因 以后我在方姐 透过秀会跟大家讲 主要的原因 它可以结合CPU 就是细光子的部分 它可以去做一些的结合 在这种过程中 从细光子在过去里面 今天的一个所谓的 一个旺息又创新高 但我没有 我就跟大家讲很清楚 我们是做400到500多块的那一段 再过来是做什么 做联军 联军我们在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是做什么 做60几 70几 上来之后再来做90 然后一路的上来 但我说过联军 虽然一直涨停一直涨停 但是到130以上 你自己要去注意 营收没问题 获利上面来讲 今年大概就是3块4块 跟整个一个全新一样 都属于高本益比 但是需求上面是很强烈的 我现在就要来谈到 所谓的一个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它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是由Intel它去做主导 也就是说在2004年 它是英飞零 它发展出来的 它主要用在车用 主要用在车联网 5G的一个部分 因为后来还是有一些的 一个所谓的难度 在技术的层次上面难以克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它已经在2004年 发明出来 所以现在里面来 Intel就想要全力的攻这个 然后去超车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要不要用这个 很重要 台积电用这个 当然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边里面来讲的话 有钱去下设备订单的 大概就是Intel 就是三星这个部分 台湾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就两家 确实通过了认证 而且确实会在出货 但是这些的出货是第一批 认证通过的第一批 你要大量的 得到这些设备的订单 你需要一些的一个时间 这两家是什么 一家是8027的泰森 8027的泰森 它有做镭射砖孔的部分 它有做面板的这些的部分 它是真的有出货的 就是面板级的扇形空装 所以它的一个4月5月营收 是大幅的成长 6月开始衰退 我说设备个股 你没有办法一个月一个月看 当然还是年增 那你来看几件事情 它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来看第一个 它开始 赤支4.7亿 租地建新厂 亏损的公司赶建新厂 再过来亏损的公司 你看第一季是亏损 但是它的库藏股的执行率 在今年里面的三月 三月刚刚统计出来 执行率高达100% 他为什么敢买 你就去想 你今年就不会赚钱 面板级的三型封装 2025年 2027年才会出来 你执行率100% 你想干什么 因为我刚刚就讲 他已经得到订单了 另外一个是6664的一个 什么群役的部分 这个它是本身来讲的话 也有接到这个订单 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设备 所以如果它的一个获利来讲的话 它就会比较好 它的获利就会比较好 但它很贵 第一季就4.65 因为它不是纯 纯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跟CPU的一个设备上面 都得到的 是刚刚讲的 亏损公司的8027的泰森 这个部分就是半导体 跟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就是群役的部分 至于大家说的什么 军豪 冬结 什么有威科 是想要 但是我刚刚就讲 认证到接到订单 它需要一些时间差 这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 我说我常常把话讲到前面 我说在之前里面 我说3665的茂连 我说你自己去做留意 你曾几何时 想过它会成为标股 3374的一个精彩 现在大家都会讲 甚至我在之前里面讲说 整个一个在目前来讲话 3324的双红 我说我第一次做 是在300多块钱 再过来 这一次做是在700多块钱 你自己看 它在最近里面来讲 已经从我说的700多块钱 涨到今天891页 然后大家就说 原来来讲话 Super Michael 整个一个美超委的部分 跟台湾 因为我不太能讲 讲了会被骂 另外一家公司里面来讲话 是交订单给他 而且是指定 客户指定 这样了解吗 所以它的一个 水冷的部分 夜冷的部分 的确是比骑红快很多 这是大家自己 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的 就像我跟大家讲说 再跌的时候 我讲说2313的滑通 你们被这些高股息的ETF 玩死了 今天里面来讲 有没有过高 83.4有没有过高 不高了 这个部分里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当然还有一些 来不及讲 什么机器人的那些个股上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大家都一起想赚钱 可是你要分得清楚 谁是有订单 谁是没有订单 我可以给你的 大概就是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所以你要有实力 你才有机会迈向成功 你要赚用工财 而不是赚投机财 你要跟着属方弹性的操作 灵活运用资金的投资朋友 那你就应该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联络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盘中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家族资料仅同参考 今晚is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